委員怎麼看前立委蔡政委員他有說到 就是柯侯佩才會贏 甚至內蔡民調柯和吟侯10% 甚至還開玩笑說誰知和國民黨 那怎麼看他這樣的原論 我覺得蔡委員是老大哥 那他有他的特殊的想法 我也不訝異 但是我覺得事實勝於雄辯 我們就讓結果來讓大家看 我覺得現在成一時之快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倒是覺得大家聽聽就好 那怎麼看昨天柯文哲拿出三份民調 然後甚至還有獨音賴情人 你覺得有可能嗎 這個民調會不會其實是有點狂科 我覺得柯文哲主席開心就好啦 他拿出三份 拿出一份 拿出一百份 我覺得都尊重他 那當然時間越來越逼近 醜媳婦終究要見公婆 那1月13號也很快就會到來 所以我覺得用最後的事實來訴說 那現在講什麼其實都不重要 那你怎麼看 因為這個柯文哲內參民調裡面 他都本來加權之前都是胡市長贏 加權之後反而全部都變成柯文哲贏 這個數據是不是也很難讓人信 我覺得現在所謂的民調已經文宣化了 不管是誰拿出來 我覺得大家做一個參考就好 那大喇喇的說自己可以贏多少 我倒覺得很可能會自己喊得很開心 但是事實還是最後必須由選民來做檢驗 那我想智英輔聰老師也講得最好 去年台北市長選舉投票三個月前 黃珊珊前副市長 當時在民調上只輸蔣萬安市長1% 一個percent 但是三個月以後 卻投票結果相差了20% 所以我倒是覺得政治人物面對所謂的民調 就是謙卑以對 然後不需要拿來自我吹噓 我覺得自我的吹眠是沒有什麼特別意義的 我覺得在這部分裡面 當然柯文哲主席做什麼 我們都尊重 國民黨也是抱著相對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朱立倫主席 侯侯儀參選人都是有用抱一個最大的耐心 所以我們不隨便放話 我們也不隨便公佈所謂自己勝選的民調 我覺得這也當然也凸顯出來 的確這個 柯文哲主席跟國民黨這裡面相對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倒是覺得人在坐天在看 我們就盡待選民的評判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也再次提出來 國民黨會好好努力走 我們該做的事做好 那這個最重要 另外想要藍白就可以看到侯科現在都是這樣民調在宣傳 我想這個禮拜應該是進入最後的關頭 那麼能不能和我們還不曉得最後的結果 那麼我們還是會希望 如果我們希望能夠政黨輪替 所以我們希望過去所有這些相關的弊案黑箱舞弊 都能夠有朝一天真相大白 然後可以去追究責任 我們當然會希望在野聯盟能夠大家合作 但是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在總統副總統來整對一起合作的話 我們還是會希望藍白河不要變成藍白波也不要變成藍白在炒 那麼這樣的話事實上反而是便宜了民進黨 想要問一下就說侯友宜好像有聽到侯寒佩 他就說好像蠻不錯的 那想要問一下就說會朝這個方向進行嗎 應該這樣講 這個問題必須問侯友宜跟朱立倫兩位 那但是我覺得國民黨上上下下我想 大家一定會團結起來爭取2024年的勝選 所以我相信不管是韓國瑜或者也有外界特別提到 包含柯智恩或其他人選 我覺得國民黨的最大的目標就是 團結好的人選組成好的團隊 然後爭取2024年為台灣人民服務的機會 所以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都樂觀其成 因為現在柯文哲他跟郭台瓦的就是蠻密切 而且他整個就是態度對國民黨上也不是說這麼友善 那會覺得說跟柯文哲還有這個聯作的機會 應該這樣講沒有到最後一分鐘 我們當然絕不輕言放棄 但是國民黨也會做好自己的準備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想 其實時間也非常短 原則上國民黨按照過去的慣例 我們的副首人選也必須報中常會 所以我們這邊政前委員也是我們的中常委 那下個禮拜三 11月15號是我們這個 20號登記前的最後一次中常會 所以我倒覺得大家拭目以待 我覺得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當然國民黨還是有最大的耐心 來促成藍白河 但是我們也做最好的準備 不過如果講到這個政黨人體 就是說這一個柯文哲昨天有公布這個民調 對 所以他公布的時候沒有把交叉分析都交代出來 後來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我們用一句話 叫做手機加權 加權前 加權後 豬揚變色 真的那個內容 就是輸贏完全翻過來 剛好就翻過來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民調 恐怕都還得談要怎麼處理手機部分 還有怎麼做民調 所以我覺得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抱持最後的希望 但是也不能放棄趕快自己做 藍白沒有辦法合的準備 畢竟20號開始就要登記政府人選 也要及早做好準備 可是這個民調啊 連這個當初的設計其實都不是很公平 根本沒有搭配的組合 只有對決組合 難道柯文哲他從頭到尾 就是不想跟侯友宜來搭嗎 柯文哲的發言人還嗆說 哪有可能兩個人一起投 站上投手球 所以這個柯 說要投柯佩 難道都是玩假的嗎 我們的總統副總統選辦法 就是要正副配啊 不是分開選的啊 正副是一定要配在一起啊 那個選票是同一張啊 不是副總統選副總統 總統選總統的啊 選票上就是要在一起 這樣會有相成相加的效果 雖然還是以總統為主啦 我常常講大概總統可能佔百分之九十吧 副總統可能只有影響百分之十吧 但是還是有影響 之前的每次總統大選 副總統也不能出包啊 大家回想一下 出包還是對大選有影響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要做這個民調 也應該要正副配啦 除非你找不到 就是我們不知道要配誰 那你當然沒有辦法做民調 現在如果是侯柯佩 這個大家知道啊 藍白河不就侯柯佩 或柯佩嗎 那對手大概也呼之欲出嘛 就是賴蕭佩嘛 這是最強的組合 綠營最強的組合 一般我們做民調 都是挑對手最強的組合來比嘛 現在已經能確定了嘛 那當然要用這樣比 最能夠模擬投票的實際狀況 所有的民調 都是在模擬實際投票可能的樣態 可能的得票狀況 所以這樣子的設計 來做民調才合理才科學吧